万土岛楼 万土岛楼最由地名建设计班的小小地金融 万土岛楼就在土口的风轮和小旁边的土岛楼 楼热来电气楼 对于一些农业的一些发展的部分 还有一些促进能够希望能够给一些比较教育方面 给一些基础的一些同学们能够更有一些尝试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在农业上面能够多尽一件心理 然后从教育中来学习 这条花团也邀请到中心的孩子做回来参与 中心主任了志文表示 设计花团可以让孩子进行了解在地 让我们家府的小朋友去认识云林县的农产品 而且我们也才知道原来花生 云林花生在全国是最有名而是生产最多的 小朋友觉得这可以亲自尝试亲自体验 亲自自己来做花生 他们觉得这样的活动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好玩 为什么很好玩 可以跟大家一起采花生 好玩 怎样好玩 把花生采花玩 今年的土地新疆有受到去好影响 所以修身并不好 不过为了要来支持花团的办理 农民也是真大的方 开放一部分的方向让大家来曼陀导 花团 我们这里就尽享有时间 所以说这里太方便了 我们欢迎就好了 哈哈哈哈 在华团中在老后书伙平衡去帮德导 也和大家都是做母帕堂海以红叮叮的观念 华龙设计赛 有定表示孩子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提供一些資訊 然後讓他能夠好好的做成保護 然後能夠變成很好的化身 讓小朋友體驗農村生活 也可以多元面向的來觀察 把教育跟食物跟理論上的東西 加以結合非常好 今天外面主辦單位也帶小朋友 來看土豆湯的製造 非常好勝 所有的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 其中真心藏佈都